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统治六十多年来给大家伙洗脑之后 当自己的利益没有冲击到没有被伤害的时候 他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 但是当自己的利益被伤害的时候 被党的利益或者说跟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老百姓的利益就算个屁 连个屁都算不了 那老百姓实在不成的时候 有的老百姓恨恨 我临死我也得放一个想屁 我得崩崩你 那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江西老表钱明齐已正身身亡 而生前揭露县区长习东森的强拆恶行 那中共英文网站呢是这么说的 钱明齐在事发前透过微博 说江西省辅州市临川区的区委书记 原来的区委书记 现在是区长习东森非法征递 给他造成了两百多万元的损失 而十年上告毫无结果 那钱明齐呢就在事发前微博当中这么写到 腐败根源是法官 我觉得这就是最麻烦的 哥们都这样屁都放出来 放屁之前他都没想明白 腐败的根源不是法官 腐败的根源是共产党 党员任何一个党员他只要有了权利 他必须腐败 是因为这哥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讲 法官不能给他公平 所以他就讲说腐败的根源是法官 今天百姓受到压迫 明天就是侵权腐败者的末日 不必期盼不要等待 为了下一代为了下一代 大家行动起来吧 本人钱明齐 特大冤案至今十年未果 最后我会用实际行动讨回公平和正义 我就想说 钱明齐类似的案 咱就卡一数20万以上的冤案 大家都拿炸药炸的话 我跟你说的那动静大了 全地球能来一大地震 您信不今天在大陆就有这么多冤案 肯定的 钱明齐在自己的微博当中的几段 其中5月8号凌晨2点37分 他这么写到区委书记钱东森 当时在2002年5月 借修建京福高速公路名义 非法把我合法建新建的房子强拆了 钱明齐说的很清楚 他说 党中央下达的命令到今天要盖京福高速公路 把我们家房子占了 我十年争持卫国 但是如果我钱明齐上马路上劫十块钱 我就是犯罪 这是人活的地方吗 每一个朋友在你的生活当中都有类似的故事 所以这是你生活的地方 这是人生活的地方 只有鬼 只有党的鬼才能在这得烟处 没错吧 文章里引述了几位国内比较著名的评论员的一些评论 第一个是孝鼠国内著名的网上作家 他说那些五不搞的人 吴邦国说五不搞 应该像在这次爆炸案中死亡的冤屈下跪 紧接着说他们的死无外乎就是求得一个公证 如果他们有一张真正的选票的话 他们就死不了 另外如果钱明齐能够透过自由的媒体求得一份真相的话 他们也死不了 那也就是说今天在媒体工作的普通的中国人 你为了自己的吃饭 你可能迫于这种压力 但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去诱导洗脑传达党的意志的时候 你无形中也是对这样的事情做了助纣为虐的事 听着有点别扭 但是客观结果是这样 另外一位叫做浪子的他是这么说的 钱明齐壮士践行了维权的新方式 所以以后记者们就不会为那些被强拆者的自焚感到困扰了 一位叫做陈坤的朋友说 钱明齐的微博开通不到一年 写了364篇 偏偏充满怨气 我看到这个之后我挺感触的 一年365天 钱明齐写了364天 第365天 棒 干了 一年 没人理他 就这么回事 艾晓明 电影的制片人 他说 钱明齐用生命给这个社会敲响了丧钟 赶紧把谈作人 艾未未 冉云飞等人全部放了 他们以批评制止滥权 那以理性疏导怨恨 以良知抵挡罪恶 没有他们的社会 那腐败无所顾及 专制畅通无阻 您说这话 还是那句话 您是个电影制片人 您是文化人 那今天党能听文化人的吗 党的60年的历史再长点 从党自有那一天起 咔嚓阉格的就是文化人 但是他怕的是钱明齐这样的壮士 那钱明齐这个事情呢 想动很大 世界媒体都登了 那BBC在第一时间这么说的 江西爆炸 中国网民议论纷纷 文章提到说 5月26号上午 江西省福州市检察院 林川区政府区药检局 三个地方同时爆炸 最近我看网上最新的消息 有网民在探讨 在讨论 钱明齐怎么做的炸弹 老百姓给憋到这份上了 第一个 第二个 中共的政权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 国家恐怖主义出现的政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 老百姓现在是打击恐怖政权 钱明齐这么干 文章说爆炸制造者本身就是被中共政权强制拆迁的受害者 钱明齐的做法本身从个人的角度上说 我还是那句话 是一种维护自己人的尊严的一种极端的方式 它是极端的方式 杀人是不应该的 但是他逼成这份上 这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 新唐人卫星受阻 在台湾有了新的发展 那网上的文章是这么说的 台湾政府保障新唐人 促给予400万频率的宽屏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发表声明 呼吁中华民国政府促中华电信 以中新二号卫星提供新唐人 亚太电视台不间断的卫星服务 如此才能真正的保证 新唐人传递自由信息 那落实台湾捍卫基本人权的国策 文章其中有一个声明当中提到 自由之家的主编卡林 就曾经在自己的声明中说 新唐人亚太台盖台事件 与中华电信续约受阻一事 可以看出 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操控 延伸到海外 此事件令人担忧 会写入新闻自由报告 那这里他说的 有关这个盖台的事件 是指欧洲 欧洲卫星被盖台的那件事情 那我想说的呢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也反映出 今天中共本身脆弱的已经到了极点了 也就是他非常惧怕 海外的新闻 很简单把事情真相 能够透过卫星 传播到大陆去 把事情的真相 是发生在大陆 您身边 我们身边的事情的真相 告诉我们自个儿 就这么点故事 德国之声引述的香港苹果日报一篇文章说 从詹船长遭遇看国民身份的认同 这詹船长就是中日海上冲突的那个船长 文章提到说 去年九月份发生的钓鱼岛事件 被日本拘留的中国船的船长 詹七雄经过中共强硬的外交交涉 尤其是拘捕了在中国的日本建筑公司 四名职员作为人质反制之后 日本乖乖放了船长 詹七雄回到家乡 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但经过八个月之后 这位被视为民族英雄的詹七雄打破沉默 接受香港媒体访问 说自己八个月来 无奈接受政府近乎隔离的全方位的保护 不能出家半步 不能出海捕鱼 储蓄好光 现在靠借贷度日 后头他说的挺长 说了一大堆 詹船长是民族英雄 那个期间网上都是他的故事 今天给他弄起来 掐死他脖了 船政府给收了 那作为历史啊 爱国的历史 明儿建一个 中共建一个爱国博物馆 明儿这船就得到那去 詹船长就坐船头 天天跟你讲当时是干什么的 但是呢 这博物馆没弄出来 所以詹船长现在只能在家 门是不能出 有保卫的 24小时护卫着他 您说那叫护卫吗 掐死他 还不给他钱 他原来每年是每个月收入一万多块 现在政府答应给他三千块钱 不够他吃喝的 不够他养老小的 这就是爱国主义的真实的结果 回想一下过去的历史 六四期间站出来替党说话的人 今天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在看咱今日点击 99年迫害法轮功 电视上充满了对法轮功的诬陷 而这些诬陷者很多都是法轮功修炼本身的过程当中的受益者 你今天在哪呢 你是不是还活着 这样的人在中共的运动当中都被用来当猴耍了 没错吧 那今天呢 耍完了你呢 就这么一葫芦 就完了 这就是党的爱国主义的真实的面孔 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